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的台显虫个头并不大 只有0.5毫米 但是台显虫是一种喜欢群居生活的个体 大量的台显虫聚集在一起 形成树枝状 网状 甚至是球形的结构 画面中这一名男子拿着的物体就是大量台显虫聚集在一块形成的 虽然个头非常小 但是台显虫是一种武将俱全的动物 每只台显虫都有着自己独立的器官 肠道 胃部和口腔样样俱全 台显虫是一种雌雄同体的动物 每个个体都能够自由地进行无性繁殖 台显虫喜欢在氧气充足水质比较干净 而且富含藻类的水中生活 春秋季节是台显虫生长十分旺盛的季节 台显虫以水中的微生物和有机杂质为食物 对水质净化起到一定作用 没有天敌的它们非常容易生长 算得上是一种异虫吧 大家见过这种动物吗 欢迎留言讨论哦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哦